女士長 歡迎 女士長 立民現場 還有我們三國際獅子會 三零零居住區 我們廖謙中廖總監 各位 我在街頭抗爭的時候 永遠少不了一個人的身影 這個人曾經跟侯市長一樣 當過警察 可是他的戰力 他的力量 絕對不輸給一般的老百姓 這位我要特別介紹 今天他也來到桃園 幫萬美琳加油 我們請我們廢警協會領事長 耿濟為來支持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 歡迎 歡迎 今天我們國務院議長推出了 候選人萬美琳 還有我們副議長所有的議員 各位桃園的鄉親大家好 好 來自各行各業 都來支持萬美琳 警察也不缺席 我是全國退休警察總會 總會長耿濟文 各位鄉親 自從民進黨出現以後 有了網軍 萬美琳是受害者 同時 我們更看到 韓國瑜也是受害者 對不對 對 前一段時間 憲兵司令部 做一個保防教育的影片 叫做布憲 找一個人 頭突 穿藍襯衫 身形消瘦 把他壓在地上 說他是共諜 匪諜 這個意圖使 韓國瑜不當選 我們覺得 政治力 進入到軍艇裡面 非常的可惡 對不對 所以 老天啊 在這種寒冷的天氣 讓我們這群的制裁 要回來 我們看不下去的是 有了網軍之後 台灣變成謊話 抹黑 謾罵 把台灣人的善良 跟人情慧 秒區跟變調 我們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們要下架 民進黨 好不好 好 問美齡 倒算 問美齡 倒算 問美齡 倒算 美齡 問美齡 倒算 韓國瑜 倒算 韓國瑜 倒算 國瑜 韓國瑜 倒算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理事長 緊接著邀請現場所有的朋友們 熱情掌聲 我們來歡迎邀請蘇